5月12日晚上11点,四人带着凶器从赞速地出发,试图去高屏二中寻找猎物。 刚刚走了1.5公里左右,就发现江边小桥上坐着一对情侣,苏登春,蒲燕燕。 四个人装作是联防队员,对苏登春拳打脚踢,说他们是卖淫嫖娼,要去派出所处理。 苏登春猝不及防,被他们捆绑起来。 没想到,蒲燕燕则很强硬,说自己做过法医,认识分局的人,你们不能胡来。 见到穿帮,四人也将蒲燕燕打倒捆绑。 苏登春,见情况不对,试图抵抗,被赵强用匕首顶住下巴,苏登春再次挣扎,被赵强猛刺一刀,几乎将下巴刺穿。 刚刚制服了二人后,正巧高屏二中的初中生,李超和赵波两人前来游泳,同赵强他们打了个照面。 但是,赵强和刘天斌,盼李超和赵波去报警,也对他们动手。 赵强自称是水上派出所的民警,刚抓住两个贼,现在怀疑李超和赵波也是他们同伙。 初中生,能有多少见识?李超和赵波以为他们真的是警察,不敢抵抗,也被制服。 随后,他们将三个小伙带入芦苇深处,毒打一顿后,活活雷死。 勒死了苏登春以后,刘天斌发现他的尸体似乎又冬了几下。 凶残的刘天斌用匕首对苏登春的头部猛刺竖刀。 杀完了男人以后,赵强和刘天斌返回只有一点五公里的出租屋,拿来了菜刀和避孕套。 四个人将蒲燕燕拖入了芦苇深处,将他轮肩。 在这期间,蒲燕燕奋奋力搏斗,将刘天龙和赵强身上多处抓伤。 四人恼羞成怒之下,拳打脚踩,对蒲燕燕胸部头部连续中击,将这个二十一岁的前女法医打得昏死过去。 最后,他们又将陷入昏迷的蒲燕燕活活勒死。 用布条勒死蒲燕燕时,蒲燕燕突然睁开眼睛,死死盯住动手的赵强。 赵强见蒲燕燕双目圆睁,一时害怕手软,松开布条。 刘天龙见赵强怀怂了,一脚将他踢开,接过布条将蒲燕燕勒死。 直到惨死时,蒲燕燕始终睁着眼睛,死死地叮住刘天龙。 这次连杀了四个人,刘天斌自知事情不小,为了迷惑警方,他用匕首对准蒲燕燕尸体的心脏部位猛刺一刀,又用菜刀将他的阴部砍烂,做出是情杀或者仇杀的假象。 由于蒲燕燕曾经抓伤了他们,刘天斌怕他指甲中的皮屑会暴露自己,凶残地将十根手指全部砍下。 因蒲燕燕等死人,都是死不瞑目。 赵强曾听老人说过,如果被害者死时,眼睛盯着你看,你又看了他,就会被厉鬼缠身。 一辈子不得安宁。 赵强心虚,建议将人头全部砍下,可以摆脱地鬼的缠身。 随后,四人又轮流上场,将四具尸体的头颅砍下,抛入嘉陵江中,避运套和刀甩入水汤。 廖熊士近视眼,砍到半途累了,停下来休息了十来分钟。 经过赵强的供述,这个团伙的罪行已经很明确,现在关键在于如何抓捕。 赵强交代,其他三人都没有传呼机或者手机,只有他一个人有传呼机。 赵强说,他也知道留下脏物传呼机的危害,但他们的钱都去吸毒了,实在没钱买新的传呼机,只能冒险使用。 根据约定,其他人会主动同他联系,都必须用公用电话。 于是,警方立即24小时监控这台寻呼机。 下午16点,传呼机响了,警方技术定位是在高平区青石路附近的公用电话。 小小的南冲被抓捕提供了便利。 警方的面包车迅速赶到这个公用电话,将刚刚走出不到一公里的中年男人抓获。 这就是廖雄。 30岁的吸毒者廖雄被捕以后,证实了赵强的说法。 但廖雄认为,自己是被刘家兄弟胁迫才杀人,不是心甘情愿。 晚上六点,传呼机再次响起,这次肯定是刘氏兄弟。 果然,电话是刘天斌打的。 刘天斌告诉赵强,如果还在南冲,立即赶到高平区电力公司的宿舍见面。 警方立即派出两组民警,紧急赶赴电力公司的宿舍进行抓捕。 两辆面包车开到距离电力公司不远的川中监狱时,突然发现刘氏兄弟正在路上行走。 专案组民警简单商讨,决定一前一后夹击。 先是一辆面包车在刘氏兄弟身后停下,下来三个民警。 同时,另一辆面包车准备超越刘氏兄弟,在他们前方停下,下来五名民警,让他们插翅难逃。 谁知道,刘氏兄弟也非常狡诈,他们发现,身后的面包车上,突然下来三个魁梧的男人以后,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 刘家兄弟丢下背包,迅速向电力公司的宿舍内掏窜。 两组民警,立即分头抓捕,在电力公司的宿舍楼前,当场抓获。 但刘天龙,已经钻入宿舍前的大片茅草中,不知去向。 天已经黑了,茅草都是一人多高,面积多大数十亩,一时间很难发现刘天龙在哪里。 根据宿舍工人介绍,茅草附近都有很高的围墙,刘天龙徒手是翻越不过去的。 于是,警方首先在围墙附近部署了大量警力,随后派出八十名民警地毯室搜索。 两小时以后,一个民警将蹲在茅草中的刘天龙拖了出来。 这个杀人犯已经双腿发软,站立不住了。 5月29日,南冲警方在市体育馆举行了万人公布大会,宣布对四名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决定。 南冲城内万人空巷,四万人目击了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全过程。 短短一年以内,这四个人团伙作案十一起,杀死十一人,重伤一人。 案件中女受害者都被他们轮奸。 11月20日,四人被押赴刑场,执行枪决。 我相信此时,聪明的听友应该发现,还有一起4月26日的西山监杀案,并不在赵强的供述内。 因为啊,这个案子是另一个团伙所为。 根据被奸杀女生体内的经验检测表明,确实和赵强、刘天斌等四人没有关系。 至于这个团伙究竟是谁,有没有被破获,谁都不知道了。 对于咱们中国老百姓来说,我们所知道的案件,都是已经侦破的案件。 至于这个团伙,究竟是谁,有没有被破获,这呀,谁都不知道了。 南充刘天斌团伙,奸杀数名学生的特大案件,全文完安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